本质而言 人类传播活动是一个社会信息流动的过程 而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进程 其实就是传播媒介技术演进的历史 从媒介变迁的角度看 人类的传播历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前后相继的阶段 分别是口头传播阶段 手写传播阶段 印刷传播阶段和电子传播阶段 这四个阶段依次出现相互补充相互叠加 首先我们看一下口语传播阶段 我们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根本 就在于凭借着语言组成了社会 人类驾驭了语言 也就拥有了一个动物所没有的语意世界 德国的示意学者加达默尔认为 语言本来就是一种世界观 人类有了语言 所以就有了一个世界 同世界有了一种关系 对世界有了一种特殊的态度 随着口语传播样态的丰富多元 从个体交谈到群体讨论 从部落集会再到悦尔的民谣 包含着丰富信息的口语传播 成为了联系社会成员的基本纽带 从这层意义上来讲 语言的起点就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起点 对人类传播活动来说 最便利最通用的媒介就是口语 其他任何媒介都无不以口语为基础 也是口语媒介的变形和延伸 作为传播发展过程的起点 口语传播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 它的传播途径短 时效性很强 而语言是有意义的形式 是信息的载体 所以语言的产生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 在古代文明的历史背景下 无论是士兵飞敌彼此跑回雅典 向聚集的人群传达战争胜利的消息 还是古代印度云游和尚 在传教之余向人们讲述他的所见所闻 口语传播可以说 一直渗透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 并对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然而口语传播的局限也十分明显 如受到个体间差异性 以及人体自身限制 使得我们口语传播活动 在空间距离上会受到制约 此外口语随说随说 在时间距离上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因此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单纯的口语传播已经无法满足客观的需要 人类由此不断发明和采用一些早期的媒介工具 比如说肋骨 烟火 结神济世等等 这些原始媒介的功能已经非常接近文字 它们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 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媒介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文字传播阶段 如果说语言的出现 使我们的祖先最终实现了从动物到人类的转变 那么文字的发明就是在语言产生的几十万年后 人类社会得以实现从原始到文明飞跃的里程碑 相应的 最原始的文字媒介 比如说泥板 石头 树叶 甲骨 羊皮 等等 它们应该和图画共生 和文字共进 与智能共言 文字是记录人类语言思想的书写符号 它不同于语言 并非自然习得 而是一种人为的过程 语言是事物的直接符号 而文字则是事物的间接符号 语言是人类的证明 文字则是文明的标志 从传播角度看 文字媒介 使信息在空间上可抵达 时间上可久远 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口语媒介的两大缺陷 引导人类从野蛮时代 迈入文明时代 正所谓 文字者 经义之本 王正之始 前人所以垂后 后人所以始谷 此外 文字的发明 以及在文献记录方面的应用 更加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大创举 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第三阶段 是印刷传播阶段 印刷术的发明 是继语言和文字之后的第三块里程碑 它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 印刷技术 使文字信息的复制成为可能 塑造出了一种不同于口语 或书写文化的新的文化传统 同时也在社会层面引发了巨大的影响 在我们国家 印刷媒介起源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印章媒介 和公元三世纪的踏印媒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大众传播与印刷媒介同时共生 历史发展 共同共演 印刷术的发明 标志着人类已经掌握了复制文字信息的技术原理 同时也有了对信息进行批量生产的观念 此后 德国工匠古登堡 在中国活字印刷和油墨技术的基础上 创造了金属活字排版印刷 使得文字信息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成为了可能 印刷机的出现 催生了近代报刊 伴随着读写能力的普及 印刷媒介开始在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正如加拿大的学者麦克卢汉所说的 印刷物作为一种新媒介 有着结束心灵和社会 空间和时间上狭隘的地域观念和部落观念的作用 整个社会也由此开始了现代启蒙的进程 而后人类来到了电子传播阶段 广义的电子媒介 指一切依靠电流传播信息的媒介 既包括个人性的媒介 如电话 电报 手机等等 又包括公共性的媒介 如广播 电视 网络等 狭义的电子媒介 则专指公共性的媒介 总体来说 电子传播的时代 经历了从电报 广播 到电视 再到网络的飞跃 电报的产生 初步克服了印刷媒介 在传播空间上的缺陷 而后出现的电话 电视和卫星通信 则更是使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 产生了质的飞跃 给我们社会和个人的生活 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广播的兴起 很大一部分 是受到了19世纪科学技术 崛起的带动 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 和维系殖民统治的需求 为无线电的发展 搭建起时代背景 作为开启电子传播时代的 大门的广播 不但可以真实地记录 复制和控制人类的声音 使其得以留存 同时还具备了 传播信息迅速及时 通俗易懂 时空限制小 等等诸多优势 影视媒介 是带有声音和移动图像的 大众媒介 他们声相兼备 视听兼顾 具有双通道视听优势 和现场的参与感 电视的实验阶段 大致经历了半个世纪 而后才逐步从科学家 发明家 以及无线电爱好者 摆弄的小众产品 走向了社会 成为一种大众媒介 电影的诞生 则晚于电视 在光学 升学和机械学上的实现 进一步的突破 而互联网的发展历程 则经历了两次革命性的飞跃 分别是以电子邮件的普遍使用 为标志的APA网 所带来的通信方式的革命 以及以网络浏览器的普遍使用 为代表的网络使用方式的革命 经过不断的发展 演化和完善 互联网终于为我们搭建起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虚拟世界 并且开始对现实世界产生了 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新媒介使得传播过程双向性增强 大大改善了传统大众传播过程中 受众的被动地位 此外 新媒介还融合了多种媒介功能 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媒介资源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可以说网络正在深刻地改变着 社会的形态与传播形态 20世纪的70年代 网络世界中的社交媒体诞生了 90年代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进步 社交媒体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2004年以后 Web 2.0运动兴起 社交服务网站开始蓬勃发展 社交媒体由此成为了一种 不可忽视的媒体力量 聚焦当下传播进程 智能媒体传播 正在广泛而深入地 与生产生活相容 智能媒体由人工智能 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共同构成 不仅能够感知用户 还为用户营造出一个客户端 与服务端相结合的媒体环境 结构和重塑着社会形态 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纵观整个传播技术的演变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 一部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 就是社会信息系统 不断发达 不断完善 不断活跃的历史 媒介技术的发展 是一个从无到有 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其中 新旧媒介之间 并非简单地更迭交替 而是呈现出一种 逐步融合的态势 传播技术的进化 使得媒介不再离散于人群之外 与传播活动共同渗透 进入了社会的整个有机体 重构了人们 依赖于媒介所栖息的生活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